台中一间法律事务所新开幕 祝贺的花篮摆满整间事务所 不过其中有一盆花篮的贺词上 竟然写着祝官司缠身引发热议 不过律师说送花的是认识十多年的老同学 并不介意 但如果送给非律师或其他行业 可能要小心惹祸上身 台中一间律师事务所新开幕 现场贵宾云集 开幕茶会相当热闹隆重 事务所内祝贺花篮更是摆满满 贺词有写着法经绿名大展红油 但这一盆花篮的祝贺词 写的却是官司缠身 让人看了不禁一笑 原来送花的是律师认识十多年 一起念硕士班的好同学 大家感情都相当要好 而且都爱互相开玩笑 律师本人也笑说并不介意 但是就这个行业来讲 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祝福 但是开玩笑也是要小心 若是把官司缠身送给非律师 或者是其他行业 可能会出人家眉头 甚至还有可能会惹祸上身 那如果像这样子的类型的话 它就是有一点就是像猪眉头 另外在结婚会场 不少百年好合的志士祝福 就一名教授 祝福学生新婚的祝福调符 写着舍己救人 让现场宾客笑翻 幽默版的祝福 可以让人哈哈大笑 但千万别用错场合 也要看对象是否能开得起玩笑 否则哭诉不成 反而造成反效果 借降王东山台中报道